Making it especially convenient for applying an inkjet code 我们经常在运营YouTube的时候 其实最难的是我们视频的制作问题 我们如何在不拍摄的情况下 借助工具来完成 给大家去介绍一款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工具 AI智能体 那这个智能体一个是制作文案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人的分身 来直接转化成真人解说 再配合后续剪辑 就形成了类似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视频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线性的方式 带着大家来做一个始操演练 看看我们这个工具到底好用不好用 我们在谷歌上是可以找到很多优质的内容的 找一个类似一项文章的这种风格的链接 点击进去 点击进来之后就类似这样一个博客页面 文章页面 我们拿到这样一个链接之后 可以生成长文章和短文章 超级员工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短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链接粘贴进来 然后点击发送 当然就是中文和英文稿都给到我们了 好 也就是一个文章帮我们生成了三个短视频的脚本文案 再加上一个长视频 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四个脚本文啊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生成视频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怎么去生成视频 首先我们要创建自己的分身 我们也模拟一个人站在这里讲解背景是这样一个工厂现场 所以我们现在来快速复刻 好 我把这个模型把它拉进来 然后进行上传 好 我们点击开始刻笼 好 我们复制第一个稿线 然后复制一下 把这个文案直接粘贴进来 点击合成视频 点击去合成 好 等待一下 先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点开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点击下载 来我们用剪映的稍微改装一下 把这样一个视频拉进来 9比16 尺寸放大一些 我们也可以给它去签写 不同的画面 我们自己手上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素材 会让整个画面非常的丰富 短的YouTuber Shorts的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就生成了 一个小时可以搞定整个一周的YouTuber的视频发布 当然你除了发布YouTuber 你可以发布Facebook Ince啦 TK啦 你都可以去发布 保证我们整个这样一个量 而且非常的简单快速 这些AI工具 AI智能体 既可以完成YouTube文案脚本内容的需求 又可以完成数字人生成视频的需求 结合剪映可以进行装饰 这个视频就可以生成输出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套工具的优势 大家有兴趣 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了解我们这款工具的使用以及价格 这件工具的 one价格是我们的家卡 我可以去设计量的用户